椰子汁加入檸檬水跟鹽 影片中的男子分享自己確診後 每天在家喝的偏方 还说这样喝很快就会好 被民众检举证明男子 是台南环保局的员工 却散布未经证实的不实谣言 消息传回市府 卫生局表示要追查 而环保局表示 这名员工非公众人物 已经要求他把影片下架 但最近网路上 关于这个椰子水的偏方 到处在流传 声称是来自越南的解读配方 影片还附上比例跟教学 也有地方的香代表 喝了之后觉得喉咙痛又舒缓 拍影片分享给大家 而其实看在专业人士眼中 的确椰子水柠檬水跟盐 都是天然的东西 火器大石的确能用 但钥匙表示喝太多 可能出问题 现在都很健康 那你不能够每天都喝这个 来做保养 这样反而是不好的 因为有一些东西 民众大多表示不会随便停行偏方 而虽然都是天然饮品 分享心得没问题 若是涉及疗效部分 或是声称确诊能快点好 在一起期间都可能会有违法的疑虑 转传签千万要确认 别不小心违规被盯上检举 可就得吃上罚则 三圣王少古仙台南报道 三圣王少古仙台南报道